这个是我们刚刚完成的 这个上个月刚刚运到北京的 这个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的移动实验室 那么在这个实验室上面呢 我们配备了几样硬核技术 第一个呢就是采样 不用人 用机器人来采样 从我们这个左边打开的车窗窗口 机械手会伸出来 然后人需要站在这个窗口 那么我们的这个颜色子 就会被之后采进去 进去之后呢 这个我们有快速的病毒灭火影音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芯片的实验室 他们才开始就要检测 那么检测完了结果呢 通过5G的这个通讯系统 它会直接就暴散了 通过我们最底下的这一台的这个传感器系统 它只要你检测到新冠病毒阳性 这个数据瞬间就通过5G 直接就发生到它该去的地方 比如说国家进行中心 比如说应急办公室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 这个车站呢 检测到的数据有多少知道 时间是什么时间 全部的机会在哪里 它定时会出发报警 我给你也有什么时间 这个车站的东西 我给你带我去的地方 我给你带我来的地方 我给你带我来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